大家好 我是Pandar 伯恩丹 和MARC歡迎收看Steam Sale 2014 每日焦點特賣的遊戲簡介 今天講的這批遊戲會由12月23日凌晨2點 保持折扣率到12月25日凌晨2點 我們今天將購物小貼士放在最後 快快就直接來講這批遊戲 第一款是Shivalry Medieval Warfare 原價$25美金 80% off 5元 還有一個4 pack 這款是中世紀背景的第一身 不是射擊啦 雖然也有戰手可以用 所以不能叫FPS 可以叫FPS 第一身的格鬥近戰為主的對戰遊戲 裡面有4種不同的兵種可以用 每種兵種都有不同的武器可以再選擇 說明對戰遊戲就挑戰其他玩家 基本上就不是跟電腦打 第一身的戰鬥就跟開槍很不同 要走近人身跟別人砍砍砍砍 你看到不同的遊戲模式 也有一些工程的工具 或者手成的工具可以用 這遊戲一般人都很讚他近戰的系統 做得不錯的 不同的兵種 拿不同的兵器 攻擊範圍 速度 移動速度 盔甲 各樣都有不同的 導致戰鬥時間 即戰鬥的時候 玩樂有不同的感覺 我自己沒有玩過 很難說得出戰鬥有多好玩 不過值得說 這遊戲由於戰鬥的時候 你會無分敵我 你把劍砍中自己有 是會砍死自己人 是有很多隊伍的情況出現 所以如果隊伍起上來 你的隊伍可能不滿你 又殺你回頭 可能也會很麻煩 而且這遊戲已經推出了兩年 所以很多玩家的技術都已經很高下 你一個新人進去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比較難上手 或者被殺得比較多 而且看一些用戶評論 似乎其中一個大問題 就是玩家的組織質素 就不是太好 比較... 比較... 不是太... 不是太新的朋友 不是對新的玩家那麼友善 所以呢 我想你這個時候進去的話 就要給一點點耐性 以及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可能要面對一些比較... 不是太友善的玩家 就是 我不敢足夠打一旋人 但這個我只是聽回來 如果你有玩這遊戲 而不是你覺得那個社群都不錯 不妨來通知聲 第一隻遊戲叫做Endless Legend 是一隻4X的策略遊戲 原價35美金減半就17.5 我對這隻遊戲就很有興趣 不過那個價錢還是稍微貴了一點 所以還是... 考慮中 這隻遊戲說得做4X strategy 4X其實就是 探索、擴展、開發、消滅對手 那麼... 好像Civilization一樣 都有很多 以前出過很多 近年來 似乎就比較少了些 那這隻Endless Legend 其實製作團隊之前有做過 Endless Space 是一個太空做背景的4X strategy遊戲 我自己沒玩過 朋友玩過 就說有點像太空的三角字 這隻Endless Legend 就是一個fantasy 奇幻背景 如果你不太喜歡太空 Sc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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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Sci-Fi 那你就可以嘗試一下 這隻Endless Legend 這遊戲 人家清醒的地方 第一 畫面漂亮 第二 就是去嘗試了一些比較創新的東西 譬如你在Civilization那些遊戲來說 每一個不同的陣型的分別 其實不是那麼大的 可能是說有一兩個兵種 或者建築物 或者有一兩個特點 他們特別擅長工業的 商業的 但是這隻遊戲 它不同的陣型 分別比較大 讓你玩法上 都可能會比較不同 還有這隻遊戲裡面 戰鬥的操作 就比較不像Civilization 你就會逐個逐個逐個 士兵去移動 這隻遊戲 就比較接近你 下了一些命令 它就會跟著你的指示 自己去做 但是 看了這些人的評語 就說 都有分別的 其實如果給你多點指示 士兵 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AI好像不太好 就是電腦不太聰明 所以玩起來 可能要提高一些難度 或者有時候 如果是一些策略遊戲的老手 都可能會覺得它比較容易 這方面有機會 給之後的Patch去改良 但是 就不能玩 這隻遊戲叫The Escapist 桃肉專家 還在Early Access的遊戲 原價是$15美金 減半就有$7.50 由於Early Access的關係 都沒有很肯定 它最後出來的遊戲 內容是否完全是這樣的 但是 暫時所知 一隻類似有RPG成份 又是一隻冒險或者有些策略的遊戲 你是一個囚犯 跟昨天說的Prison Architect 就剛剛相反 那隻就管理監獄 你就被人管理了 那你就每天會有一些定時定後要做的事情 就是 由一早起床 可能會放個飯 然後就要去做事 但是你途中 就想辦法 可以收集到一些物品 或者去幫其他人 或者賄賂一些人 結交一些人 最後就幫你找方法 逃離這個監獄 看來逃離這個監獄 也有很多方法 包括掘隧道 或者爬出去 又或者收買到一些人 或者甚至用武力去搶鎖匙 這樣 看起來都挺有趣 挺好玩 問題呢 暫時看到一些評價 就有些人覺得 會比較容易悶 可能 雖然他可以做的 可能比較多 但是就比較重複一點 但是Earlysses的遊戲 之後可不可以加一些更多元素 或者在遊戲的節奏 或者工序 可不可以鋪排得好一點呢 就未知之數 雖然這遊戲我也有點興趣 但是暫時也是屬於觀望的階段 再來 Grand Theft Auto 4 大遊戲反而沒有影片看 只剩下視頻 我想也不用太多介紹 要拿到Grand Theft Auto的系列 反而比較值得說 就是這款4代移植了PC之後 原價20美元 現在75%折扣 我覺得5元是值得玩的 加上下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配件 有些比較奇怪 這個比較奇怪 只是加上 聖安德里斯的 Grand Theft Auto 3 之後的第二代 還有一個Complete Pack 包括3 包括4 包括4的一個廣告 以及3代之後的兩隻 Wide City和聖安德里斯 最好我覺得 似乎都是這個4代的Complete Edition 就是你買一隻4 就給多1元美金 包含了那個 Expansion 裡面有兩個不同的故事 用兩個不同的角色來玩 亦都不需要原本的GTA 4 就可以玩到 GTA第一隻 第三新的Open World的遊戲 在主線任務和支線任務之間 在城市裡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很多搶車 你那位主角都是一個罪犯 本來說去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Grand Theft Auto 4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GTA 就從第三代開始 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第三新的Open World的遊戲 你的主角基本上是一個黑社會 所以你就可以做很多非法勾當的 隨便搶車 亦都經常出現 亦都會被警察追 警察拘捕 那四代其實比較突出的地方 有些人就大讚了故事 因為其實在之前的GTA 故事方面並不是做得那麼好 四代的人物 這些角色做得比較有血有肉 尤其是我聽說 那個Expansion裡面的兩個故事 就更加好 Open World的遊戲 除了你在主線任務之外 他也有空餘的時間 有非常之多的活動 所以內容方面的確不愁 不擔心說沒有東西玩的 而且GTA 4也支援MOD 很多人加了很多MOD 搞到Batman又可以進去 超人各樣 又多了一些遊戲的模式 我自己沒有玩過 我只是玩過Grand Theft Auto 就是玩過3 以及好像玩了一段時間 Vice City 就覺得都很夠了 因為如果你玩完一隻 Grand Theft Auto裡面的所有內容 其實都很... 很滑的 真的會 Outlast 原來不經不覺這遊戲已經推出了一年了 一隻... 第一新的... 經率遊戲 原價20美元 減到75% 5美元 也是很多人拍過影片的遊戲 所以如果你想看更多的 遊戲的介紹 就在網上找一下 應該很容易找到 這遊戲第一新的畫面 你在裡面 控制主角進入了這個... 廢棄了的風人院 很多奇怪的恐怖事 發生了一些不知什麼 變種的病人 這遊戲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沒有什麼戰鬥 基本上你是不斷逃走 要拿你那個... 攝錄機出來 開一個夜視功能 去探索一些很黑暗的地方 加上... 由於你主角沒有戰鬥能力 所以你只可以逃避 躲起來 值得留意 這遊戲 非常之... 血腥啊 殘忍啊 暴力啊 有些... 都會有 所以就絕對不適合小孩子玩 我覺得 就算你是大人 看看你自己受不受得 一些被驚嚇的東西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 一些 jump scare 突然出來 走東西出來 突然拔你啊 突然不知發生什麼事 恐怖場面 你可以看一下 網上的影片 自己能否接受到 很多人留言 那些評語 就是說 我買了一隻遊戲回來 開了 然後還沒進到大宅 就認識走 人刪除了 值得玩 另外一個DLC呢 都是75% 兩個半 即合起來 都不用10元 有興趣這類型的遊戲 而又真的 到現在 喜歡玩這類型的遊戲 我想到現在 都已經買了 玩了 奧拉斯 如果還沒買的話 又有興趣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價錢 我覺得 Sense World 4 也是一隻 第三新的 Open World的遊戲 又是原價20元美金 減75% 就5元美金 值得留意 就是 GAME OF THE CENTURY EDITION 就是包含所有DLC 都是多2個半 Sense World 以前 由第二代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隻很類似GTA 都是做 黑社會 講黑社會故事的遊戲 但由於去到第三代的時候 開始他們發現 GTA已經做得這麼好 我們沒有必要再跟他在同一個類型 和風格方面硬拼 由第三代開始 就開始搞一些古古怪怪 比較搞笑的東西 來到第四代 就更加變滿家麗了 本來你第三代還是一群黑社會 但第四代 你一開始就已經 由於做了一些很偉大的事 就變了總統 但變完總統之後 就馬上被外星人攻打 外星人就把你丟進一個模擬系統裡面 由於在這個電腦模擬系統裡面 所以就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你又可以跑得快過車 又可以在大廈跳下來 又有很多超能力 隔空取物 推人 用力量去推人 連槍都變得很奇怪 除了普通的武器之外 也有一支Dubstep的槍 可以射中人 令人逼人跳舞 又可以射到別人的頭脹爆的槍 所以這一代第四代 絕對是輕鬆玩的 這遊戲我自己買了 但只是玩了開頭 都沒有更多時間玩下去 Open World的遊戲 除了主線之外 也是支線 會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很多東西可以收集的 玩這遊戲 跟GTA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真的要 喜歡他這麼瘋狂的風格 但也有人覺得 Saint Row這系列 由於他已經不白 不再要求做一個很嚴謹 很正經的故事 所以玩起來 又更加不介意他 這麼古怪 這麼無靈套 這麼好笑的東西 跟著說的Train Simulator 2015 就... 就是比較吵架 按到進來 沒有影片看 沒有... 沒有... screenshot 看 也沒有任何玩家的評論 所以呢 怎麼說好呢 搞到我自己花了些時間 出去... 其他地方 可以幫一下Wiki 或者去討論區 找到原來Train Simulator 2015 是Train Simulator 2012 不斷一年一年 升級上來的版本 我當然是借用一個... Youtube紅人 這個...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Lerd Cube 我也沒看過他的影片 但在這裏 可以給大家看一些畫面 希望... 版權歸... 他們這個... 組合 應該是 叫做Lerd Cube 我也看到他們在Steam 那裡是Curator 有推介這些遊戲的 那... Train Simulator 就跟... Truck Simulator 都有點相似 你真的可以開火車的 真的在駕駛室裡面 可以... 可以控制的火車的 那... 但除了控制的火車之外 你也可以隨時 暫停了那個... 鏡頭呢 就跳出那個... 火車之外 看看周圍的風景 所以呢 這遊戲... 他銷售的東西呢 除了銷售很多DLC 是不同的火車 走不同的線路之外 那... 沿途的風景都很不同 而且... 我看了他公司的介紹 應該可以... 自己去打造周圍的環境 但是... 要怎樣做啊 要怎樣... 弄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 其實Train Simulator 類似這些 就是開火車的遊戲 從來都有人追捧 但是... 那個... 玩家群呢 可能真的要很喜歡火車啊 那些才會去玩啊 我看了一陣子 這條影片 我都... 我不知道他操作了 究竟有多少事情要做 就是... 相比Train Simulator 你真的要... 開... 開... 火車要控制速度啊 要扭軚 那... 火車你都在軌道走 我看到他可以控制速度 起碼就是 那... 你不可以太高速地扔彎啦 要不然就會... 啊... 出軌啦 我只知道 原價55美金 現在85% 就只是8.24元 也都已經包含 下面這一堆DLC了 那... 這些DLC原本都... 自己都不便宜的 這億就... 譬如這隻倫敦的... 什麼... East Cold Main Night... 倫敦去到... Peterboro... Peterboro... 啊... 一個地方不知在哪裡 不好意思 可以提供的情報就只有這麼多了 如果... 真的有興趣的話 要自己去找多些資料 不好意思 那... 最後要講的遊戲呢 就是Walking Death Season 2 我都不敢給太多影片了 因為... 都有一些spoiler在裡面的 原價25美金 現在就減價... 原價25美金 現在就減價... 75%off 6.24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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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Season 2當然有Season 1啦 我就玩過Season 1的頭兩個episode 那... 那... Telltell這些系列的... 呃... 都是一個一個episod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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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7都自己買都是不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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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K-K dattell的遊戲都是這個2D Port and Kick Adventure 那一類型的遊戲 那... 以前的遊戲呢 都是... 在... 限定畫面 Jab 走來走去收拾物品 看看如何合併物品 TELTEL這些冒險遊戲 比較少收拾物品 但重點就落在你和不同角色的對話 在對話期間 很多時候會出現一些選項 讓你選擇回答 你選擇了怎樣回答他們 角色就會記住 很影響你之後的故事發展 他們和你的關係會變成怎樣 其中一個最重點就是 很多時候要作這些選擇都是比較困難的 由於Walking Dead 基於原本的漫畫 Walking Dead系列後來就做了電視劇 喪屍爆發的環境 當然求生 就有很多人性的抉擇 很多人玩過 都說 一些很兩難的抉擇 令他們印象很深刻 我也覺得很同意 我只是玩過頭的兩集 但都已經有很多困難的選擇要做了 除了對話和選擇回應之外 這系列的遊戲 也有時候有些場面 需要你按下按鍵 大部分都是用Quick Time Event的模式 畫面彈個Q 就按E 那類型的 所以有些人就批評 是沒有什麼遊戲性的 即是你真的跟著畫面去做 但我覺得 你玩得這類型的遊戲 要求的東西就不是開槍打人 就不是走走走走走走的 那不同類型的遊戲 可以用不同類型的方法 去享受 去接觸 其實Telltell出的 冒險遊戲 除了Walking Dead 兩個季節外 還有Wolf Among Us 還有Tells from the Borderlands 還有另一隻好像是 Base on Games of Thrones 那個很有名的 外國電視劇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那幾隻遊戲 看看會不會適合你心水 好啦,今天的遊戲介紹 就說到這裡為止 臨走之前提醒大家 若在Steam 售賣 最划算的時候 就是當你上心水的遊戲 出現在每天的 Future Deals 這個焦點特賣 或者下面 12個小時更新一次 我這個字經常都要 說多少次才可以 更新一次的 Flash Deal 或者贏出下方的Community Choice 好像連續兩天 這個Community Choice 都是出一些軟體類的東西 不是遊戲 想怎樣 有多少人在Steam買軟體 有沒有人在Steam買了3DMark 告訴我 都很划算 3DMark 用來檢查一下 你自己的機器 有多厲害 玩一些3D遊戲 可不可以做很漂亮的畫面 有多少分 好啦,今天的簡介到此為止 我是Pandar 粉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